謝謝主席 我們請我們的原人會主委還有我們的台電董事長 請蔡主委跟黃董事長 主委長 董事長早 主委 我想請教一下 日本美日新聞 他報導這一篇之後 你有沒有很驚訝 很驚訝 有沒有 你不知道這個內容 你不知道這個內容 剛剛董事長報告的那麼多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內有收集 英文的version 有日文的version 以及我們國內媒體的轉述 所以你看過version之後你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審查過日本 這個媒體所謂的日本安全認證 所以我當然要求我們同仁去確認 所以從過去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所謂日本的安全簽證 沒有那個東西 我跟委員報告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都沒看過 已經講了 這個是媒體的錯誤的解讀 而且我們也已經跟日本的專家做過最後的確認 為什麼會是錯誤的解讀呢 是 那請問 你們透過關係去向日本做了抗議的動作嗎 沒有啊 怎麼叫做抗議 欸你說他 為什麼要抗議 你說他誤導啊 他誤解啊 是說要抗議日本的媒體是吧 對啊沒有這個部分 他裡面寫的很清楚 我想腳要抗議應該是應該是台電去抗議吧 主委主委 原人會幹嘛要去抗議 沒有沒有 我問你說有沒有做這個動作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去做日本 所謂的日本的國家安全認證 那個主委我問你一下 是 這一篇裡面寫得非常清楚喔 是 他們 過去十年日本對外出口總額有1248億元的核能設備 包含日立東芝三菱重工製造的反應爐壓力槽 頂蓋及控制棒驅動裝置 有事成未經過國家安全認證 其中包括台灣核市場的新建工程 裡面寫得非常的清楚喔 如果今天我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說 我們看過所有的Version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從過去也沒看過這所謂的日本安全認證 這很可怕喔 就是我們用日本的東西 結果從來沒有看過日本的安全國家認證 這不是有禮物嗎 這個是商務上的 我剛剛解釋 是商務上的認證 我想這個部分喔 跟安全是無關的 認識商務的認證 跟我們所講的安全認證是無關的 是無關的 那請問日本怎麼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 為什麼叫日本打自己的嘴巴 他是他的媒體打他的嘴巴 但是變 這不是說日本打自己的嘴巴 當然就是日本的媒體打自己的嘴巴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 你這個就是你自己感覺良好嘛 因為沒有經過國家安全認證 他是提醒你們喔 你們這些人用的這些東西 包括日曆東之三菱的這些重工製造的相關反應爐壓力槽的部分 你們要小心喔 這些事沒有經過我們國家安全認證 我看了 我看了 每日新聞的報導 我的感覺是 他是提醒 發生問題之後 是你家的事喔 他是提醒日本的 日本的廠商 將來假如有什麼商務糾紛的話 那可能他要負責 如果要提醒日本的廠商 他不用把台灣核四廠新建工程也包含在裡面提醒的這麼清楚 而且他還講說 其中外銷核能設備到二十三個國家 其中只有輸往中國、美國、法國、比利時及芬蘭五國的核能設備有得到國家安全的認證 其他十八國都沒有國家安全認證 包括台灣核四 如果今天他是要提醒他們國內的廠商 你們要來拿這個國家安全簽證的話 那他不用把這些國家都點名清楚 他點名了之後就說 你要小心啊 你們這些國家用了這些廠商 基本上他們沒有拿到國家安全簽證的話 這個認證很重要 你們要趕快去把它拿來 委員我想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沒辦法幫日本媒體做解讀啦 不過我剛剛也已經很清楚了 可是你們可以去追究了解啊 會會會 你們完全沒有追究了解 在今天就講了這種話 我們昨天就已經請日本管制單位的專家 對我感覺良好嗎 跟日本那邊去做確認 那我們還會 你們確認了沒嗎 你們確認了沒嗎 你們到底確認了沒嗎 你剛剛所講的話 我只是問你說你到底確認了沒 我問你這麼多 你給我解釋這麼多嗎 我問主委你 你是監督嗎 你們這是監督 你們這是監督角色 我們已經請日本管制機關的專家 昨天在原能會內部 我們請他透過他們的這個管道 去做出處的認定 所以主委 然後我們後續還會有一個正式的確認 來主委 所以這個時間點確認了 是 你昨天只有請我們這個相關人員去了解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跟我講的都不是這些人了解之後跟你的報告嗎 應該還沒有嗎 不是 是已經有了 什麼已經有了 日本的專家他們已經有回憲 報告在哪裡 資料在哪裡 所以我就說是一個非正式的確認嘛 那我們還需要一個正式的 這種國家安全的問題可以經過非正式的確認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後續還會做一個正式的確認 這是日本美日新聞所報導出來的喔 我們可以用非正式的確認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這是昨天的事情嗎 我們正式的確認大家要後續來做 所以主委你應該跟我講說你們還在確認當中 不是 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理論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說是我們初步的演派 我們初步的演派 你根本就是脫面之竿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今天何事發生問題的話 請問 還可以讓你這樣子自我感覺良好嗎 還可以嗎 你是監督單位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你是監督單位 不是假設性的問題 請問日本會認為福島會發生核災嗎 會嗎 當時候在講他也說那是假設性的問題 可是他就發生福島核災了 我們現在在講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發生的那一天 他已經沒有辦法挽救了 所以主委你今天在講的 我們當然是盡所有的責任 所有的責任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都是安全的問題 可是你們卻是都用一種 完全敷衍的態度 在討論 跟委員報告沒有敷衍啦 來那個董事長我再請教一下 你說我們這些所謂的反應爐 我們所拿到的簽證都是美商奇異 他所認證的 我們是根據美國的這個法規標準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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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廠商所拿到的設備 居然是由美國 美商奇異公司 而且他是承包商喔 由他來做這個認證 你會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 這邏輯很奇怪啊 我們是直接跟這個機 他沒有原廠的國家安全認證 日本出廠 結果沒有日本本身的國家安全簽證 結果是由美商奇異公司來做認證 那他會說我今天賣給你的東西是不好的嗎 不會 這個日本 對啊不會啊 美國廠商是根據美國 這個政府的標準 在做這個品質券 這個程序也是照美國政府的這個 所以你認為說 日本的廠商照美國的所有標準來做 所以只要美國給我們認證就好了 美商奇異公司給我們認證就好了 即使他原廠是在日本 也不管他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如果說今天 所有品質認證都有一套這個 嚴謹的程序跟標準在那邊 嚴謹的程序 所以你認為說這樣就夠了 不用原廠 如果不用原廠 今天日本 每日新聞不用花費那麼大的一個新聞篇幅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提醒 當然我們昨天 這種提醒是非常嚴重的 我必須說我剛剛為什麼要念這內容 你們都只有看頭跟尾 他裡面已經很清楚點名了 如果他今天只要提醒他的廠商 他不用點名 他今天就是已經提醒你們 你們這些國家 如果買我們 日本這些相關廠商所賣出去的東西 他沒有國家安全認證的話 到時候發生問題 你們不要找我日本來陪喔 對我們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昨天也是盡量花時間去了解 好來 那董事長我再請教一下 你今天 你們針對每日新聞報導 盒子設備出口的安全認證 這個部分寫了這麼多的說明 好請問 這些說明 你們有一張正式的文 給日本去針對他們 他們所謂的沒有國家安全認證的部分 去有一個正式的一個回文嗎 我跟委包這個還沒有 因為這是今天 我們昨天緊急去瞭解 這個也是你們自己想的 我們先花一天的時間 依照現在有的資料 來做一個欺騙我們立法院的資料 我們不是在欺騙立法院 這就是欺騙啊 我們盡量把我們知道的事情 這就是欺騙啊 為什麼不是欺騙 你今天如果這是日本給你的資料 那麼我沒有話講 這不是 這是完全台電自己針對 自己所有現有的資訊 日本都已經打了一個巴掌 說你們這是沒有國家安全認證 你還自己說 有有有 我們有美商奇異公司的認證 這不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嗎 這不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嗎 人家給你提醒了 你不是在第一時間說我們趕快 要求這幾家公司要正式回覆 為什麼沒有日本國家安全認證 你們不是做這個動作耶 你們是拓面之竿自我感覺良好 寫了這一篇自我安慰的欺騙立法院的 這個邏輯在哪裡我看不清楚耶 董事長 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我們能用嗎 我們能用嗎 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件事情 日本媒體這樣報導 後續 我們還會有去確認的動作 不過今天是 確認是 昨天 昨天新聞一出來 馬上就要做確認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 這一篇 給我們立法院的相關資料 你說現在已經正式發文在確認當中 我還給你一個鼓掌 不是 你還是胡扯瞎扯 這裡面都是胡扯瞎扯啊 跟過去的資料有什麼不同 跟過去的資料有什麼不同 董事長 這跟你們過去跟我們在報告核四的內容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有不同嗎 裡面有沒有不同啊 有沒有不同嘛 你只是把過去的資料再拿來再寫一次嘛 人家爆了這麼大一篇 董事長我們怎麼處理 是不是趕快要求 我們所有向日本採購的包括 相關的 東之日立三菱 這些相關的所有反應爐 或是壓力槽 相關的設備都應該先正式發文跟他們確認 到底有沒有這一個國家安全認證的問題 對這個我們 是不是要馬上發文 我們是需要 如果沒有的話 完全不能處理耶 完全不能用耶 我們是需要去了解日本所謂的安全確認 不是了解你要正式管道 是正式管道 你向原能會說 我是私底下用非正式管道 什麼叫非正式管道 安全的問題可以用非正式管道嗎 正式發文 正式了解 把正式的所有回文資料要給我們立法院 好 謝謝 謝謝 是的 我們倆